当中国选手杨依林在平衡幕上发生严重失误 可惜 比赛场上瞬间弥漫着一丝凝重的气息 因为在此之前 场上众多参赛名将皆发生了失误 仿佛今天的平衡幕被人吓得魔咒一样 而澳大利亚选手米切尔却是以近乎完美的表现 拿到了14.875的超高分成绩 此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中国队可能将以金牌无援了 但就在这危急时刻 中国队的另外一名小将邓灵力站上了赛场 这是200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平衡幕决赛现场 比赛当天中国队派出了两名选手出战 他们分别是来自安徽的邓灵力和广东的杨依林 这次两人所要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 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米切尔和日本的名将贺剑红子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在该项目上的实力强悍 以稳健著称 而我们中国小将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中国队遇到日本队更是血脉觉醒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一探究竟 率先出场的是日本选手贺剑红子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选手 今年更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纪录 日本的贺剑红子 他的平衡幕之前他一直是有一个叫 陶修宾的中国教练 他已经来自浙江的 叫了他很多年 所以动作很漂亮 有中国我们叫中国份 中国运动员的朋友们的份 是的 而且在日本陶教练的知名度也非常高 因为是他的出现 使得日本的这个女子体操 整体水比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对 那么奥运会取得也是 应该是历史性层级 对 今年要求这个 对 羊条要成一个结缓状 是的 如果说头跟脚的距离 大于他运动员本身的脚 那么这个动作就要降组 侧风翻 起车跳 奔腿跳 倒唱 这一整套动作发挥的十分不错 直接点燃了日本的观众席 虽然动作难度选择的不是很高 但由于表演时的动作连接还是挺不错 裁判给出了14.100分的成绩 随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杨依林 他在晋级小组表现得十分出色 更是我们中国体操队的领军人物 这三个动作是DBC连接起来的话能加0.2 但是连接当中不能有停顿或者晃动 交换腿皮杀跳狼跳 一个C一个A的跳步 稳住了 倒插户 这是一个D组的技巧 技巧腿水平的力转三百六 C组的转体 挺身前空翻 这一跳非常遗憾 好在并没有受伤 可惜 做一个交换腿结环 一组难度跳步的时候掉下气息 下方 电子后直900下 可以说 如果杨依林在后段连接没有出现失误的话 提前锁定一枚奖牌绝对没有问题 毕竟他在平衡幕上的前半段表演 和最后的下法堪称无懈可击 简直就是犯本样的存在 最终裁判给出的分数为13.125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米切尔 她是澳大利亚国内实力最能打的体操女选手 已经连续参加了两次世界大赛 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小翻小翻 后直 这串是加0.2 做事后须 蹲转 七百二 应该说还是很厉害的 能做蹲转七百二的以前 应该是秋索维京纳 以身前攻击前团 很好滴滴的连接 不愧为当时澳大利亚国内的体操一截 无论是动作的连接还是稳定性都十分出色 整套动作的完成系数也非常高 裁判更是给出了14.875分的优秀成绩 此时夺冠的希望全都来到了邓名女神 而为了能稳达冠军 她选择了整场比赛最高的动作难度 6.4型 漂亮 这关过了 躯体前部分战目 一组 小翻小翻后直 DB1 0.2 做得相当的稳定 小腿低水平乐力展306 召唤腿截环 粉住了一组的跳步 挺身前空翻 后团 好的 再来个羊跳 漂亮 C.C.C.的混合连接 它那个后手翻下板成纵目 是先驱后直 这样是一个C 两个A组的跳步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问题 侧团 下了 小翻小翻后续两度下 好的 邓玲玲 刚在幕上 基本上是很稳定地发挥出来了 她的这个最好的水平 这一跳太完美了 邓玲玲的整套动作表演结束后 全场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因为她的整套动作 要难度有难度 要质量有质量 规格如同教科书一般的动作 完成系数 也碾压前面的所有选手 简直就是一场 无可挑剔的幕上表演 台盘更是毫不吝啬地 打出了15.000的全场最多赋 最终小将邓玲玲 成功为中国队 夺得了这枚宝贵的体操金牌 而杨依林 如果不是这次的失误 一定会为中国队 拿下一枚宝贵的奖牌 两名小将都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加油